今天來到木柵動物園的鸚鵡屋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要帶大家去木柵動物園來觀察鸚鵡喔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頻道的觀眾呢 我的頻道最主要是在講鸚鵡有關的知識 還有一些經驗的分享喔 如果你對動物呢感興趣的話 也歡迎你按下訂閱的按鍵 才不會錯過任何一支影片喔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走吧 今天來到木柵動物園 相信大家對木柵動物園一定不陌生 但是你知道木柵動物園的鸚鵡嗎 走進動物園 陽光灑在每個面帶笑容的人們身上 我迫不及待的想要拜訪這些動物朋友們了 木柵動物園的環境相當的乾淨整潔 也因應肺炎的疫情 室內館也採用票券的方式 來控制人數 這次來到木柵動物園 還有一個在19年剛開幕以穿山甲為外型 所設計的穿山甲館 穿山甲館的內部超像侏羅紀公園的場景 感覺隨時會有翼龍跟我們擦身而過 而在我們身旁跳躍的有小型的熱帶猴子 面臨絕種的鹿龜 還有夜行性的動物 以陰暗的布幕所保護著 大型的魚類 參觀池還有類似海底隧道的設計 在不同角度觀察這些動物們 參觀時格外的自在 彷彿自己就融入了這個大自然 大家參觀穿山甲館時別忘了抬頭看看 有些可愛的鳥兒就在頭頂上飛翔 耳朵一束 聽見熟悉的聲音 一對金剛鸚鵡映入眼簾 這是動物園的第一次與鸚鵡相遇 趕上同伙的腳步 找到了第二個可能藏有鸚鵡的地點 迷彩的布幕是為了保護裡面的鳥類 不要被人嚇到 而影響繁殖 之前在新聞上看到稀有的紅藍稀密鸚鵡 可惜沒有看到 室內也有很多鳥巢 還有蛋的標本 讓遊客觀察 當年風靡一時的團團圓圓 和他們的小寶貝圓仔 現在的人氣也是超好的 面對我們大蛋美味的竹子 讓遊客們也看得目不轉睛 巨大的身形 配上可愛的動作和外表 這樣的反差 實在讓人不禁將一切的煩惱拋出腦後 搭上了人氣最高的懶人火車 來到了鳥園區 進入圓頂造型的鳥園區 也是設計與遊客互動的走道方式 綠縮鴿和白鴿吃著吃不完的穀物 看著池畔 常常出現掠石的畫面 最精彩的是孔雀開屏 有幸看見孔雀開屏的大火 都拿著手機紛紛記錄這個時刻 孔雀也彷彿表演似的 轉圈圈向大家展示他鮮豔的羽毛 為這趟旅程增添了不少驚喜 最後也是今天的重點之一 鸚鵡屋就要來了 鸚鵡屋時常被遊客們所遺忘 因為鸚鵡屋的位置在鳥園區的後方 大家看完鳥園總是忘記這桃花園 尖頂的外型設計搭配純白色的外牆 有種回到家的溫馨感受 鳥籠的設計採隔肩式的設計 半室外的環境 讓這邊的鸚鵡可以曬到充足的陽光 籠子的內部 環境 仿造大自然的叢林植栽 玩具的準備也相當的充足 有不鏽鋼的吊掛式戰架 也有繩索的玩具點綴 食物的方面用金屬的石盆盛裝 放在下方 用壓克力板擋住一些雨水 或者是環境排泄物等等 最特別的是 名為小飛的灰鸚鵡 目測呢應該是個小男生 他是民眾所贈予的灰鸚鵡 據說他和管理員的互動非常的好 愛撒嬌也愛記仇 聰明的智商還會幫其他的同伴打開雙重門 讓管理員以為是自己不小心關 沒想到是小飛的傑作 其中有一隻38歲的大葵花鳳頭鸚鵡 小葵花 是木柵動物園和林務局動物救傷計畫第一隻救援的鸚鵡 剛來動物園時因為過度的依賴人 一直產生自殘的行為 後來經過管理員的欲擒故縱 的疏離策略 慢慢走遠 再叫他過來 摸摸他的頭就走 讓他感覺自己的付出 還有收穫不成正比 慢慢的就不會主動依賴管理員 慢慢跟其他的鸚鵡 結交朋友 原本咬毛的行為也不要而喻 其中藍兒亞馬遜鸚鵡吉祥翔翡翠 也有一個特別的社交行為 他們刻意地排起另一隻雌性的黃景亞馬遜鸚鵡 高威 此時管理員使出離間的策略 讓吉祥和翡翠這對閨蜜同工不同酬的食物獎勵 慢慢地他們之間產生了暗鬼 互相產生了間隙 慢慢地管理員就觀察到他們會主動向高威示好 久而久之他們的相處就日漸融洽了 管理員也呼籲鸚鵡是一種高智商 破壞力高 叫聲大且壽命很長的動物 在飼養鸚鵡之前一定要先想清楚自己有沒有這些能力 只要有一絲絲的不確定 沒有把握就不要貿然地購買鸚鵡回家哦 今天的參訪過後知道了動物園在飼養鸚鵡上 確實相當的專業也給予鸚鵡非常充分的活動空間 水果和蔬菜也準備得相當充足 這才是養鸚鵡的正確方法哦 太陽的顏色漸漸變黃 看著人來人往的動物園 大家都帶著疲憊的身軀 還有滿足的笑容往出口前進 這些動物朋友們好像也用眼神向大家道別 我也期待與這群鸚鵡的下次相遇 再次看著他們快樂的生活在這裡 我的頻道會持續更新鸚鵡相關的影片 大家希望我開箱哪裡的鸚鵡或者是哪些鸚鵡的飼料或用品 我都可以開箱給大家看 大家也別忘了在下方區留言跟我說哦 喜歡我的頻道也別忘了訂閱 才不會錯過任何一則影片哦 我是Jack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差不多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勞 字幕志愿者 李宗勞 感谢观看